2021台灣設計展辦理成果 現在請藝術組先讀上次的會議記錄 預備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上午9時40分至9時42分至 地連本會議次聽出席議員降入互表 列席本會秘書長張元厚等三人 主席莊議長封安 報告四項 以本次臨時會信譽據地方制度法第34條 第三項第一款即本會議次規則第六條 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經市長之請求而召開 二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 業經程序委員會111年第一次會議審定 自111年2月16日起至2月25日子會期10天 在本會議次聽召開 討論事項 討論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 決議照程序委員會審定之議事日程表通過 上會9時42分 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上午9時59分至 實時指地點本會議次聽 出席議員降入互表 列席市政府市長華民會等21人 本會秘書長張元厚等3人 主席眾議長封安 報告四項 一出席人數與打法定人數主席宣告開會 二進行第一次會議各類議案 第一讀會程序 讀會市政府提案 甲1號案 案有111年度本市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檢預算案 頁邊峻提請審議決議完成一讀交互各審查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 三本次臨時會議員提案及人民請願案交互各有關審查委員會審查上會實時宣讀完畢 各位同仁對上次的會議記錄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確認 各位同仁依據嘉義市政府111年2月21日來函有關主席軟處長2月23日不課列席大會 現在請醫師組宣讀請假撼文 嘉義市政府111年2月21日 福祖稅至第11112001008號韓本府主席處長軟頂元 因出席內政部召開地方民意代表會議知己及村里長事務補助會補助條例 第三條及第六條修法延商會議不課列席規會 第十屆111年第二次臨時會2月23日議程 該日議程您由副處長林美貞代為列席請雜訟 宣讀完畢 各位同仁對軟處長的請接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本案存查 專題報告 各位同仁今天的專題報告有關2021年台灣設計展辦理成果 由文化局業代理局長做報告 請盡量在10分鐘內報告完畢 大會主席總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先由文化局就2021年台灣設計展辦理成果做專案報告 首先感謝大會議長副議長及所有議員女士先生的大力支持 感謝所有策展團隊及志工們的全力投入 更感謝所有市民好朋友的共同參與熱烈響應 那選次報告由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代理局長葉國良報告 現在是報告大綱 這次分為年度主題 活動內容還有成果效益 那這次的年度的主題是嘉義已成為家 CTS Home 那一座城市三種家的概念 十三處家的所在 十八種家的表現 前程帶你回家 2021 台灣設計展在嘉義市與嘉義已成為家 同做一座具有歸屬感的潮城 互相難耐別往的驛戰精神 發揮東道主的真誠款待 深掘創造與在線家的意義 讓每個來到家的人 都能從內而外滿足成為回家的客人 台灣設計展的展覽日期 是從去年的十二十八至九十四營運 那今年的十二十四到今年的一二十二號是 為期十天 總共參加的人士有兩百一十八萬多人士 那活動地點呢 串連文化新思路 有嘉義文創園區美術館 城鎮城市院檢館 嘉義火車站 嘉義製裁所 及嘉義市立博物館 嘉義建議 嘉義工園 文化工園 嘉義城堂廟 還有九花山地藏庵 嘉義市舊城區 果葉 這個是整個展區的一個地圖 果葉 這次展覽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三大百年歷的展區 嘉義文創園區 嘉義製裁所 及嘉義舊間百年歷史 顯見嘉義市深厚的文化體應 第二是策展團隊 超過三文字號是嘉義人 土生土長的設計師 第三是呈現家的尺度 家的精神 還有家的記憶三種概念 那設計展的亮點是 2021台灣設計展是 張銀家家地區首次舉辦的設計展 展現嘉義市人文輝瑞的底印 並應用環保永續的概念 設計展場作品 同時融合科技美財 以擴增民眾的參與體驗 設計展的整體內容是最在地 最多在地人參與的策展 最多中央部會參與 台灣設計展 第一次走日 建立公廟夜市美食館 服務館 參觀人士達218萬多人士 這邊介紹一下各展區的一個狀況 那生活的家是在文化園區的A洞 那這邊是一個展示是剛剛好的城市 老的剛剛好 小的剛剛好 那第二個是改變的家 是在文創延期的V棟 這是中間試驗場 請過夜 再來是其他家 是在文創延期的VC棟 這個這邊請參與 過夜 嘉義火車站 及燕金館的部分是 歡迎回家嘉義火車站 這邊是將透過簡法及服務的設計 提升占物的運作效能 並展現設定古蹟民人的原始錯貌 再來是 城市的家 是在嘉義市嘉義知青院警館 請過夜 再來是美食館的展區是 是以水文的家的現意來呈現 由六指 這句詩記 以嘉義市人文水文地景為題 重新構築 對公共空間的另一種想像 探問城市生活的未來 想望 請過夜 再來是自拆所 是職人的家 是在左邊工廠 請過夜 再來是山林的家 在嘉義自拆所的動力室 那揮城的家 在嘉義自拆所的辦公室 那兩的家是在自拆所的北側的草地 請過夜 那個市立美食館 市立博物館 展現是木造的家 那這個推動目渡2.0 並促進嘉義市 賣 賣 賣永續儲碳的一個移基城市 再次過夜 在嘉義就間裡是款待的家 就間青年裡店 以青年裡店 展現款待的精神 繽紛的色彩 及設計的轉化 翻轉原本 建立冰冷的印象 帶出嘉義的多元面向 請過 在成美館 有省的家 在嘉義成華廟集 九華山地藏安 成美館是用一處相得 用一處相得的時間 所百年 所百一年的公益 以現代展演的方式 廟宇化身為公廟公益的美術館 在設計展的一個表演活動 熱鬧公文的加在嘉義市文化公園 東季定位 載歌載舞大型的台語音樂器 透過熱鬧豐富的歌舞音樂器 表達歡迎之意 帶你回家 在我們市區的舊城區加油站 深入商品生活的街區串聯表演 呈現城市從老到新的樣貌 讓市民日常成為旅遊的一項 各位 在設計展有設計展的一個市集 這個部分在嘉義市台所 嘉義公園還有嘉義監獄的周邊 請過夜 全家總動員 本府各局處經全力配合 透過跨局處的整合 提供更為舒適的城市體驗 主完善的交通接駁 規劃停車空間 提供醫療救護服務 活動期間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增設公共流動廁所 安排師生 參考提升美感教育 結合科技繪製展場地圖 補導在地產業 提升企業形象 讓整體的活動周圓圓滿 備受好評 請各位 在2021台灣設計展期間 那個嘉評如潮 那監察院換訓律監察委員 他表示設計展很不錯 可以肯定與鼓勵 經濟部 黃部長 他感謝事務團隊 台灣設計研究院 所有的策展人 把嘉義市的美 以文化完美呈現 嘉義市是這麼美好的城市 我要給2021台灣設計展 在嘉義市超高的95分 這也是台灣設計研究院的 張基義院長 在嘉義市舉辦2021台灣設計展 以今年初順利落幕 在疫情的挑戰下 能然創造超過200多萬人的參觀人士 對於人口只有20.6萬的嘉義市人來說 設計展不僅是 中整的在地的設計能量 透過設計思考的協助 更是向全國民眾展現 在23下超成的設計的實力 請各位 這邊是設計展 設計的經濟地方 那邊有共進行了11個 誤導案 由各領域的優秀設計師 和企業來緬合 這個部分請參閱 再也是請作業 那聖保羅投資超過1000萬 江噴水旗艦店的前面改造升級 設計埃餅 產品性更加多元 一星加量 醬油的產品包裝得到 德國紅點的設計獎的殊榮 請各位 那設計基本經濟部分加油電子 得到2021的 經典設計獎的提名 那大領能鏈 導日設計 包裝設計 得到前衛雜順實力的 所期辦的實創獎 得到 包裝得到 前衛雜順實力 手機辦的實創獎 得到包裝技術創新 還有設計 美食創新的 裝料大獎 請各位 那個 其他孩子的設計的世界 將2021台灣設計展 以嘉義成為家 內容融入課程 依課程內容 安排學生參訪 並設計課程的協習單 鼓勵親師 以假日走讀遊學 另外有藍堂國中結合 在一次建制互動式 悉尼情境教學平台 製作遊學小旅行哲業 換換給學校外 一方是以主題城管 好 各位同仁 樂代理局長已經報告完畢 現在請議員同仁 針對今天專題報告的內容 提出請假與建言 依照早上議員同仁 登記的發言先後順序 每人發言時間十分鐘 包括打呼在內 首先請陳志文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大會主席 黃市長市府所有的局處長 議會的同仁 現場的媒體先生記者小姐 大家早 那我們今天臨時會的一個主題 是針對台灣設計長成果的一個討論 那當然一開始 我們還是要鼓勵我們的市府團隊 因為10天的設計長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市府團隊其實真的很努力 但是站在民眾的一個角度 當然也有很多他們想要了解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大概我就提出兩個部分 來和大家做討論 那第一個部分呢 應該就是參觀的人數 這個是很多民眾都很關心的 那到底有多少人來參觀 還有呢 他這個人數的部分是要怎麼來計算 那外地人呢 又占了多少的一個比例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這一次的台灣設計產呢 那帶來的嘉義士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 互加的價值 那例如就是說 帶來什麼樣的一個觀光人潮 因為人潮就是淺草嘛 那另外呢就是說透過設計呢 那我們可以改變我們什麼樣的一個 傳統的一個產業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提提有關於這個人數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外地人 他今天要來嘉義參展的話呢 那第一個他有可能就是自己開車 因為現在是疫情的關係 開車應該是最安全的一種方式 那如果說有人會考慮到說 欸 停車可能很不方便 那他會做什麼樣的一個大眾運輸 包括他會做台鐵 高鐵 那臨近的呢可能會搭所謂的公車 那甚至有人可能會自己騎機車 那如果說 我們請那個音控室來播放一張圖片好了 這個是開展首日 我在官網上看到的一個數據 那這個數據應該也是市政府提供的 那這邊有關於就是接駁車的部分 有2164個人次 那接駁車的部分的話 那毋庸置疑他一定是要來看設計展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市區公車的部分 那有5286人次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搭公車 平常就有一些特地的人 他們一定有在搭公車 所以這個可能在參考的數據上呢 可能沒有那麼的一個準確 那再來就是U-bike U-bike也是5286人次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只能僅供參考 因為有的人 因為我們U-bike它前面是有優惠的 那我有可能就是一天裡面我可能會借個兩次 甚至三次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數據也也比較只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那另外的就是外地 外地的人如果要開車來的話 那我們這一次交通處呢 也規劃了就是外圍停車場 然後有四條的一個接駁車的路線 那總共有一萬兩千個停車的位置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請交通處的處長 你簡單來做一下說明好不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議員有關心這個 在這個設計展期間的一個接駁線的那個停車場的安排 那這邊特別報告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嘉義市的市區比較緊湊 所以比較容易會產生一個所謂的停車場 並可能是說是比較少 那所以說我們在設計展的時候 我們特別準備了一個備案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市區的地方 如果說是雍塞的時候 那所以說我們就要啟動 我們要啟動這一個外圍的這樣子的一個 停車場的這樣子的一個路線 那這個部分我們的安排 基本上的安排就安排在市弦路的外圍 那比如說像在湖子內地區 我們也安排了一個在湖廣停時的部分 有一個停車場 那那邊大概可以整個延續 包括說如果說是那邊的道路路幅都夠寬 其實那邊都可以允許路邊的停車 那另外第二個部分 是在這個貨轉中心那邊 那貨轉中心那邊 是在北港路下來之後 那在右手方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貨轉中心的停車場 那另外我們也在從能護校 那個地方也是做一個所謂的外圍點的攔截 就是說如果說當內部已經用塞的時候 其實外圍就啟動攔截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這一個 我們在這個四個這個外圍的接駁裡面 那然後也搭配了停車場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一個在這一個所謂的接駁 在這個所謂的交通上面 那其實這一次因為也謝謝議會 在這一兩年大力支持這個大眾運輸 那包括說U-Bike部分 那我想說這一次裡面其實就所謂的 我們市區公車也受民眾的青睞 那然後這個U-Bike的部分也是非常的 民眾也非常的喜歡來嘗鮮 來加意識來成這樣子的一個U-Bike 2.0 或者是說這個U-Bike 2.01 這個電動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期間的時候其實 它的周轉率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處長你簡單的說就是 因為我們有看到報導上就是說 那外圍的停車場它的停車率大概只有3% 是這個是這樣子我剛剛也特別講了 就是說這是一個備案的準備 也就是說當市區的狀況 因為市區的 夠用的時候 對是的 是我們停在外圍 是的 那處長你請你坐一下 其實因為只有10分鐘的時間 處長不好意思 那我們大概可以想像說 可能外來的人沒有我們想像中 這麼這麼樣的一個多 那剛剛這個文化局長 你在你的那個報告裡面有提到 那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來參展的人數呢 總共有218萬3085人次 那因為我們參觀設計展 它是不需要購買門票的 所以呢我們在統計的上面 我想請問局長 你們統計是怎麼樣來統計的 請越代理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的一個關心 事實上我們這個 這個參觀人潮的流料這個部分的一個統計 是給主辦單位 得一個鼓勵 那這個部分 大概我們會有委託那個中華電信 他有一個中華電信 那個叫做流量即時的一個平台 好 局長你坐下 好 那就是統計的人數是用中華電信流量即時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總共有三個展區 那又加上那有一個美術館 那又分成13個展館 那所以說如果一個人他灌完所有的展區的話 他就等於說會被按了13次的意思 那我要怎麼去統計 這個是民眾也很想知道的 我們總共有218萬 我剛剛有看到3085萬人次 那我們大概除以10天 10天的一個設計展 所以等於說我們一天裡面是28萬8308人次 那這218萬8308人次 我們還要再除以一個人 我們不要說13次 我們大概一個人被按了10次好了 如果被按了10次的話 等於一天啊 我們大概有21000人 那這21000人 我們再把它乘以10天 那這等於大概是21萬人 這就是我們來參觀設計展的人數 那21萬人的人數裡面 我們在扣掉我們自己本地人 剩下的就是外地來參觀的人 那因為這個沒有共和民票 也沒有什麼身份證登記 所以民眾大概就是大概知道說 自己去計算說那大概外地人有多少 這只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那另外我再來請問局長 那你這一次的設計展 我們到底為嘉醫師帶來什麼樣的一個 護家價值 換句話來說啦 局長 你覺得設計展能夠改變我們的一個傳統的產業 那你剛剛有在你的這個報告裡面有講到嗎 我們這一次有11家11家的店家有做所謂的這個品牌的一個重整 那對於店家來說 他們的成效是怎麼樣 請越代理局長回答 謝謝齁 事實上這整個一個福島的一個機制 是團想對整個那個工廠 各廠 那個廠家他們他們都會有一些受益 剛剛我也報告過 像那個那個聖保羅這個部分 他的那個那個旗艦店 他那個設計師的投入之後 他做做一個改裝 包括那個艾丙的一個設計 那這整個都是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護家駕駛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那個益星加釀的部分 也是一樣他的醬油的包裝 那他參加那個都國的一個紅點設計獎 他得到這樣的一個殊榮 這個是也都是一個設計展的一個 一個附帶的一個經濟效益 那未來的話呢 如果說未來的話 其實也有人很關心說 哎 我總是11間而已 啊未來有可能有其他的店家 可以來參與嗎 他們參與的條件是什麼樣 延長一分鐘 這個部分 謝謝主席 對未來有沒有機會說 哎有其他的店家也可以來參與 這個部分我們會會在 在做這必要的一個處理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還會跟建設處這邊來探討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市長來說明好不好 市長可能會比較了解 好請幫市長回答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陳議員 我想可以看得到的設計率導入城市的治理以外 其實現在設一個潮流整個設計 是為了解決問題 那我們想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幾乎每一個店家我想陳議員 你也都參與過幾次的那個記者會 或者他們的說明會 那這在在的由民間業者 他們都覺得讓他有一個新的觀念 新的思維新的觀念然後去改變 那他希望能夠創造 跟過去以往從傳統當中走向創新 那這樣的一個創新呢 謝謝陳志文議員的發言 繼續請蔡文旭議員發言 主席市長各位我們市府的主管 議員統領 記者秀者 先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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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這次台灣設計店總共開多少 經委開多少 跟我們大方議員 請那個代理局長回答 謝謝蔡議員 這個部分 那個中央部位 中央部位 他們自己去 他們自己去 去做處理 那我們地方政府這邊 總共的預算是有五千萬 五千萬 中央加加勒 我們覺得 衛生局也有交通房子 總共的 總經費 我了解不是 我們報紙也有啊 加起來多少 我手邊沒有這份資料 對不起 你要來成果報告 你總是都要搞清楚 這項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除了本議省文法局的五千萬 市政府還有一百萬 中央工業 只要兩千萬 七千七百萬 對不對 這四項 反正有車過嗎 有車過七千七百萬 總數是不是 對啊 中開有車過這裡沒有 我剛剛報告就是 我們就文化局的部分 這個部分來做這樣的一個 沒有啦 你要報告 你要總報告 沒關係 因為你北京代理 來 你剛才回答陳之文議員 說的 六天的設計人 裡面有二百十八萬三千 八十五的人儲 你說通編 是用 中華電信 這個手機信令 一天到二十一萬 這重要的 不是說 手機的信令顯示的 那個中數 到底 和人的多少在使用手機 第一 前到過 就是你幾天 你是二十一萬 過期 平常是這樣 知道嗎 你有所謂嗎 這個部分我們只有做 我了解是有做我們這10天的一個展期的一個 對啊 我知道啊 你十天的展期加起來 一天平均一十一萬啊 但是我說平常是那咧 像我們在慶党一樣啊 對吧 我們有正宗 這樣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在墊党 墊過季 你要把人家靠掉嗎 對嗎 對啊 靠掉咧 平坊是那多少 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做一個初估的一個數量 用重電信 它那個流量即時平台 它是用手機這樣 所以你沒有嘛 你就說你有沒有 你有 before 到 after 的所持嗎 這部分沒有 不好 來 再來我們文化局 其實最重要 最實在的 那不一定會準 那是常科所持嘛 我們都有拿一個記事器在那裡 因為我們疫情期間 所以我們有人流管制的技術器 來 你們這樣統計起來 這樣擬幾個人 你不可以說沒有喔 對不起 這部分 那個我們就用這樣統計 你不可以跟我說沒有 多少 我身邊沒有這份資料 不可能啦 你今天要來跟我們做效益 報告 你一定要有 我沒有那麼報告 你總是要我們呈現一個完整的數字啊 做事不太漂亮嘛 所以你就不好意思拿出來啊 怎麼說這次多少年有什麼優點跟缺失嗎 事實上優點的部分是整個城市 能夠讓市民能夠體驗到設計展的一個能量 那設計能夠對整個城市的一個改變 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注意 那缺點的部分是讓 因為第一次設計展的辦理是在 我們這邊是第一次辦理設計展 那事實上 活動都會有一些缺點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像民眾反應的一些 動線的部分的一個不順暢 這部分我們會即使做必要的一個改變 包括那個指示牌的部分 那包括一個接駁車的那個一個告示 這個部分 民眾反應我們會做即使的處理 這是一個經驗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在講的就是比較肢節 比較末端的 技術性的東西 我現在給你探討的 其實是比較完結性的 你可以跟我們說什麼是這個設計 什麼是這個技術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就我自己的觀點來講 設計的部分是所謂的 解決問題的一個 一個方式之一啦 就是設計的部分 我們有些是 在執行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有一些可能不變 那可能會透過自己的一個思考 設計的部分 然後這個部分可能就會改變 意思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 個人的主觀的一個 一個 實體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很難 跟設計的部分是有些相關 但是不盡然是完全相關的 設計就是有公零性的科努 創作活動 盡可能融入美學內涵 像交通號制 像廣告設計 像椅子 這條椅子 如果很漂亮 但是就不好坐 這就是藝術啦 就是這條椅子如果很漂亮 很好坐 這就是好的設計 什麼也一樣 太空衣也一樣 所以設計中間 使用者的評價很重要 但是藝術的 是要呈現一個美的價值 那個外觀還是產品 表演出作者的思想跟情感 不用在乎 觀賞者的感受 所以可以說是 孫藝術 我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中間有差別在哪裡 他不在那 他有實用性嗎 他有改良嗎 他有功能性的考量嗎 就像像我們自己 雞肉飯跟灰雞肉飯是差在哪裡 來行的 灰雞到一般的雞 暫時一定有不一樣的 像說 我要拿紅茶跟黑龍茶比賽 不知道說如果這都發洞茶 是 半發洋還是黨發洋 但是一般來行的 他知道說不一樣 像亮智的紅酒 和條鵝的紅酒 不一樣啊 炊粉跟米粉不一樣啊 肉飯跟肉色飯有差別啊 所以藝術跟設計 絕對不一樣 所以一個法國的藝術家 我們教育的 他參觀後 他跟我說 議員 他感覺說 他不忍克責啦 你看到大家那麼多情 在投入 在那裡不可以 但是他感覺說 整個台灣設計展 設計的元素 設計的成分 設計的比例太低 裝置意識 純意識 還是視覺意識 比較多 你有感覺嗎 這個應該不進展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不進來 沒關係 我們再來深入探討 設計的部分是讓我們那個 我們 整個市政府的團隊這個部分 包括跟設計師這邊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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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來 來 在那個處理 那整個是 10分鐘而已 我也不可以跟你扁 因為我感覺說 我那看 這台 嘉義文化的一個呈現 就是城市的過去 現在 然後向往未來 這個設計有什麼關係 所以有一個記者告訴我 他說 主題 很好 但是沒有內容 所以我做深入的報導 他說 很可笑 你有這樣感覺嗎 應該不至於這樣子 應該不至於 所以五月 我們可以好好探討一下 所以你剛才說的 我們感覺說 你在這個報告裡面 要解決城市的問題 要解決什麼關於問題 要解決我們城市治理的問題 你可以跟我們說得比較清楚 事實上那個 設計的部分 事實上 那個 城市治理的部分 可以來引用 包括整個一個 思維的部分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 探討 那因為 整個 城市的 治理裡面還有一些創新的部分 也要內涵進去 這樣喔 運功 秀一下發便 如果我補充一下 圖片 可能大家看得到 因為時間 如果沒有坐10分鐘 這椅子 椅子的設計 但是實用嗎 不知道 所以這個技術品 來 這椅子的設計 這個 樓邊還是說 就感覺說 這個應該好 所以它的技術 興奮 跟這個實用性 有 兼具啦 來 這椅子的設計 好多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線條 跟呈現的 流動感 也很好 這就是好的設計 如果我們看過去 19世紀 英國的 金服 他是洪大衣 配 延長一分鐘 洪大衣配黑長褲 還有一個 熊皮帽 看起來很威嚴 很有震懾效果 但是到20世紀後 他發言 很容易受到槍的射擊 成為一個標靶 所以漏尾 他也蓋了 他蓋設計做什麼 咖啡 咖啡就土耳其語 泥土的意思 咖啡以後 他感覺說 他稍微微塞沒到草原 但是慢慢進入叢林以後 他也覺得這樣太明顯 所以現在流行什麼 迷財 這就是整個設計的 架構 的時刻 功能性的改變 我要補給我自己 我要有隱藏性 能夠結合美更好 但有時候不一定能夠 所以是實用 他是要改良 所以 設計的思考跟藝術 是不一定一樣 像泰公醫 到 謝謝蔡文旭議員的發言 繼續請李懿德議員發言 大會主席 莊議長 市長 各位局處首長 各位議會同仁 媒體先進 市民朋友 大家好 李懿德發言 我想在這一次 台灣設計展的 這個 過程當中 市長以及所有的局處 所長所帶領的團隊啊 都是非常的認真 包括 我們 每一次出席 相關的活動 市長對於 推銷 嘉義士 我們 設計展的 這個 心思 都 倒背如流 不斷不斷的在替 嘉義士做行銷 不過今天 我們站在 民意代表 被民發聲 而且 縱觀整個 事情 過程 得一個 理性的探討 有一些 元素 有一些 畢竟要拿出來 互相討論的 事情還是要 在這個議會殿堂 我們大家來 談一下 那麼 設計展的這個 過程當中 啊 我也 大力的來 跟我所任教的 學校 的 學生 來做一個 推銷 那上學期我在 學校 所 講授的科目 是社群媒體行銷 剛好跟這個 也有一點關係 那我請 學生 說 我們 學校 算是在嘉義 縣市 裡面 離這個設計展 這個展覽的地點 是非常的近 大家 鼓勵大家 去參觀 回來做成一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的 呈現 就是 把它 綜合成一個 文字雲 那文字雲裡面有相當多的關鍵字 不管是正聲量的 負聲量的 那我大概從學生的這個 報告作業裡面 這樣分析下來 大概 15比1 十幾則 正面的 留言 好感度的 這個評論 之後才有一個 比較需要檢討的地方 那檢討的 這個 面向 大概有整理 三個 就是 就是 所謂的 我們 設計展的 參展的 動線 這個規劃 的問題 還有 對於 弱勢族群 包括身障人士 他參觀 動線的 這一個 部分 還有設施 那再來呢 還有社群媒體的行銷跟推播 認為 不太足夠 那首先在這邊我要先請教文化局代理局長 對於這個 社群媒體的推播 這個是 這次屬於我們文化局負責的還是有其他單位負責 來請你先回答一下 請願代理局長回答 謝謝 謝李議員的一個指教 事實上那個整個這次跟中央部會的一個 我了解的部分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分工 那個 全國性的部分有 社群這邊來負責 地方的 地方的部分有 市政府這邊來負責 大概有在這樣的一個分工 那地方是由文化局負責還是關心處負責 文化局來做推播 關心處這邊做一個 那個 所謂的 新聞的一個發布 整體這樣 你認為 我們有滿意這樣的一個推播嗎 我們在 幾種的管道裡面有把台灣設計展好好的宣傳 你可不可以列舉出來 事實上我們能夠在地方的部分 媒體的部分大概所謂的 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 還有那個社群那個FB 那這部能夠做行銷部 我們大概都會都會做這樣的一個 來做這樣的一個行銷 所以 中央 透過什麼方式來幫我們嘉義市推播台灣設計展 我們這邊 比較沒有辦法掌握 中央部他自己他們去 他們做他們必要的一個 一個行銷的一個處理 我在 教學的這個現場 班上的學生 他們幾乎都不知道台灣設計展在嘉義 所以就連 林靜的大專院校的學子 都未必知道我們嘉義是在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顯然 有比較 弱的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您先請坐 在交通的這個接駁部分 那我們在新聞上也有看到 民眾有一些怨言跟反應 接駁的一個 比較顯而易見的缺失 因為我們未來嘉義市還是有很大的機會跟能量 繼續來辦理全國性的這種大型的活動 那我想先 再 請教一下鄭處長 對於 接駁我們看到的缺失 當然我們都很辛苦都辦得不錯了 那至於說 確實你要不要跟市民朋友解釋一下 我們未來要怎麼樣改進 請鄭處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 李議員這邊 就接駁服務的部分 基本上因為 我們這次的能量其實像 相當的充裕 那 我們接到民眾就這塊的部分其實是 是比較少的 有民眾跟我們這樣子的反應 那我們也想知道說如果說有民眾 他大概是 就這個所謂的接駁部分他有一些 建議事項的部分的話我想後續我們很願意去做相關的改善 大概可以了解到說我們那個 顯而易見的就是接駁的這個 告示牌 他的時間 以及在 接駁車上的規定 包括不能夠讓我們的民眾 是 手拉環然後站立在那邊要維持一個安全性 這個當初我們都沒有考慮進去嗎 這塊的部分 應該告示牌是充足的啦 那至於說是 向民眾告知的部分我想這塊的部分後續 我們可以再來做加強 那當然這個上面 可能也有包括說因為 可能會讓民眾希望能夠 做好這個防疫的工作 包括說上面不要去做飲食的這樣子的動作 那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後續當然我們可以去做這個部分的加強 以上 所以這樣就是造成說 接駁的這個 量能後續要再派發的車輛他可能需求會比較大嘛 那是不是未來我們這方面也要把它拉入一個考慮 才不會 讓民眾 在現場然後還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來耽誤大家的行程 我覺得這以後要拉入一個考量 謝謝易卓 這塊我們後續會去注意 那我也特別報告一下 就是說 因為在整個接駁部分 那其實 也會跟所謂的我們 裡面的動線 餐 我們導覽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出廠的 這樣子的一個數量的部分 其實是 會息息相關 那這個在第一天之後我們大概馬上就 就去跟文化局這邊有做相關的協商 也就是說 請他入場的時候也有注意到這個所謂的人流的管制 因為一下子 學生如果說是整個 全部都去排這個所謂的接駁車的時候 那因為接駁車能夠搭上去的數量其實是會比較有限 所以就會讓民眾 可能會有排隊的現象 我想這一塊的部分大概第一天 第二天之後其實就改善這個狀況了跟議員做回報 你先請坐 那最後我要想跟 市長再探討一下 那市長您知道這一次 我們嘉義子弟在這個 台灣設計展上面 付出的大概 在這團隊裡面大概有幾位 請黃署長回答 謝謝主席議長 感謝李議員 我想在整個一個 策展的團隊裡面 根據整個他們的統計 大約有三分之二是 是嘉義人 所以這這麼棒的量 這個正能量 包括我們嘉義市人才 繼續的深化 培訓 那 再加上 未來我們嘉義市整個 設計力的一個深化 那 市長能夠把它列入為 未來施政的一個 重要的參考 可以這樣答應我們市民朋友嗎 我想 真的 我非常感謝這一次的 所有的 策展人 尤其因為他們 對於在地成長 對在地的了解 跟關懷 我想對於在地的人文關懷 真的比起 我想比起 其他 會更深刻 所以也才把我們這一次在嘉義的 許多的特質 能夠點亮 也許我們看起來稀鬆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這邊 他用創新創意的一個方式去看到 讀到了 我想 比如說 大家一直在 一直在傳述的 就剛剛好的城市 那用這個剛剛好 真的打動很多的人 我想 光是 一句 剛剛好 大家也深深地引以為榮 所以 我想 就是只有在地 他越能夠了解 然後能夠吸引更多人 一起來創造這個城市 更好的未來 這就是創新 設計的能量 我們未來一定會再繼續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保持 繼續的合作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 過去在 這一個 整個城市 我們從事 教育 文化 那有這一些的能量 才能奠定 這一個基礎 所以人文底蘊 非常豐厚的嘉義式 才能夠創造 讓這麼多的 策展人 尤其嘉義在地的 延長一分鐘 這個 設計的 這個 領域 而且他這一次所表現出來的 要給大家的一個意向跟概念 其實有的時候不一定我們馬上能夠看得到他 在想的是什麼 因為設計的東西 大家的解讀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也許 我們看到的跟他的面相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嘉義是 年輕的 策展人的 這種 能力 他的才能 是我們可以把他繼續 擴大跟深化 所以我們嘉義是未來 是不是能夠 有一個 青年 創想的一個 設計的一個基地 我想這個是我們可以再去 大家 各個局處 動腦筋 市政團隊在動腦筋的地方 而且 我強烈的建議文化局 要把這一次的 團隊所努力出來的成果 他要跟其他的在跨局處 來做一個 研討 把嘉義是這股非常棒的設計力 再做一個深化下去 我想我們一定會朝這個方向去做 而且現在都在進行中了 因為我們把設計的能量 這不是一個終點 而是一個更重要 下一個 把所有的能量 繼續往前推的 重要的一個起點 謝謝李德議員的發言 繼續請陳嘉平議員發言 市長 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的 主持 議長 秘書長 以及媒體先進 一位同仁 首先 我想 這一次的 台灣設計展 在嘉義 當然從爭取 一直到整個預算過程 我們都知道都非常的艱辛 好那在這次的整個疫情期間 然後讓我們的 設計展 也延宕了 一陣子 然後其實 在上一次的 議會 我們本來也有很多 因為同仁 希望 如果疫情 狀況不允許的話 我們是 不傾向 持續辦理 那也跟隨著疫情的狀況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的狀況 我們就 持續的辦理 那當然在辦理過程上 會比較 要有一點倉促 我想我們 複製我們2020日環時 在嘉義的這樣的概念 我想在日環時的概念 我跟當時跟我們的局長 有多次的談論到 從我們開始爭取到 台灣設計展之後 我就將2020 日環時的這個成功經驗 就跟 我們的局長有分享過 因為 2020日環時 這個科學的一個 狀況 所以說我們是在幾年前就已經預知 2020我們在2017年就已經開始宣導 2020的日環時 所以說很多人認為 在那個時候 也就是 我擔任 議員的 第一年 那時候 我就開始說 日環時 可能 會有15萬人來 一直在講 第2年 我講會有20萬 一直到 2020年 那一年 我講 會有超過 我們嘉義市的人口 來到嘉義市 這就是成功的經驗 那這成功的經驗 我們透過了多少宣傳 剛剛幾位 議員有講到 不管 是從社群媒體 所有的廣告 所有的行銷方式 這都必須要做 那當然當時我們 2020 日環時 那個當時 還是 我們 圖市長 執政的時候 在嘉義市 我們嘉義市天文協會 有去拜訪 有跟市長講到這個事情 那在當時 因為也 大家對天文的不了解 所以說 也就 他們說會協助 那協助的過程 其實是 我們嘉義市天文協會 所有的夥伴 以及所有的志工同仁的努力 到全世界 幾乎 日本 大陸 美國 只要有天文愛好者的地方 我們從很多評論都可以看到 那你就知道 為了一個嘉義市小小的 只幾秒鐘的一個 日環時的活動 我們用了 三年的時間做宣傳 好 那我們就講 我們 2021 台灣設計展在嘉義這件事情 我想這是 非常的衝突 但是我們也是在 一年多前 我們就開始準備跟籌備 那有了 五千萬的經費 我想嘉義市議會 也 之後 也都 沒有三任何經費 那所以說我想知道就是說 處長 在整個五千萬的經費的預算 現在使用上的狀況 完全 執行狀況如何 請越代理局長回答 謝謝陳一言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在做 最後的一個 一個結算的部分 所以說結算還沒有完成 對 好 那您請坐 在這次的台灣設計展 我請了很多我們外地的朋友 以及我們清創會的全國的理事長 邀請他們到嘉義來做 參觀 那有幾場我也陪他們 去走 那沒有任何特權 我們還是跟著在外面排隊 那我們也確實看到了 滿滿的人潮 那我們還是排隊依序 在做辦理 那又疫情的關係 必須做好實名制 大家時間上 也就有 有耽誤到 我們也知道受疫情的影響 所以說我們時間 也延長 也簡短說為10天而已 那所以 在整個人數不如上期 上個會期 我們預計的400萬 這我們也是覺得非常高 最重要的就是 透過台灣設計展 我們不但讓我們全台灣看到的嘉義 那也讓 我們台灣 讓世界 看到 因為我想 在我們整個的活動過程裡面 透過傳播媒體 包含 任何的 網路社群媒體 在海外 看到的人也非常的多 那也很多 設計師 透過這樣子的台灣經驗 把台灣 分享出去 所以說在這次的 嘉義 的一個台灣設計展在嘉義的這個活動 我想 有見過 也見過很多我們嘉義市的所有設計師 台灣所有的設計師 到嘉義來 有幾場我看到 不但 有外縣市的人來學習 而且我們看到 不同縣市 他們也來 互相的 學習 加油跟打氣 我想這就是台灣 提升 正能量的一個方式 那在整個 的過程 我們也看到活動 完成了 雖然 會有些 不完美的地方 那我們總認為 那個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讓光 進來的地方 我想 沒有裂縫 沒有不完美 我們就不知道 如何能夠讓他做得更好 那我們希望 那一道裂縫 我們希望 那一個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就是讓光 進來的地方 可以在嘉義市 照亮未來 我們每一個 工程的進行 那這一次 用嘉義 嘉義 以成為家 那這個就要 請教市長 您對這一次整個 台灣設計展在嘉義 的評分 針對我們 三種家的概念 一座城市 三種家的概念 十四處 家的所在 18種家的表現 市長 那對於這樣 10天下來的活動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所有團隊 做一個評分 請方市長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議長 感謝 陳嘉敏 陳議員 我想 一向 我在 我認為 我們自己 努力做了 盡心盡力 我想我們同仁是 百分百的努力 百分百的權力 而且是互相補位 而且不只是 團隊 還能夠帶動 我們嘉義市的市民 每一個人 一起動起來 我覺得這才是 最精彩的處 那 一項評分 我們是留給 留給 來 觀賞的 所有的民眾 甚至 我想 舉例 剛剛有報 有報告 也說明了 當天 經濟部部長 因為台灣設計展 是由經濟部來主辦的 那嘉義市去爭取來的 部長在最後一天來的時候 他最後看完以後 他留給我們 95分的這樣的高分 我想這個肯定 是 當場我是非常感動 我們讓我們所有同仁都知道 我想 別人的肯定 就是我們有更大的能量 繼續往前走 那我想我們也 因此 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滿滿的 凝聚內部的力量 也點亮 嘉義市的量能 讓大家都看到 所以 我看到很多縣市 所有縣市長 還來 他不但來 還帶著團隊來 甚至事後呢 再請他的團隊 一定要跟我們聯絡 去看一看 我相信 讓嘉義市的 亮點 因為長期有人文底蘊 這樣豐厚的地方 能夠不斷的凸顯出來 其實 這是設計展 我想 我們 也讓大家 覺得很多市民說 我嘉義 我驕傲的 這一種感覺 能夠從內心 真正的 吶喊出來 所以 嘉義 我們 讓我們最感動 還是 歷史 人文 那看到 這一座 人文城市的嘉義市 經由這一次 我們再一次 可以凝聚所有的力量 知道 回顧的歷史 也就是我們對未來 前瞻更精準的願景 我們可以往前推動 好 那還是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王部長給95分 市長 您給幾分 我想 我說我一向 沒有自己 自己評分 那 也留給市民來評分 不過 我想 我只能說 我們 市府團隊 是百分百的努力 大家互相 補衛 團結在一起 所以這也包括 所有全家 總動員 嘉義市民 也一起總動員 如果說 大家動員多少 我想 百分百的努力 我們盡全力在努力 好 那我想 市長近期 好像在 電視上有看到 名人堂對你的 一個 採訪 那我想他們裡面也特別講到 整個嘉義市 治理以及這一次 台灣設計展 所有 對這一次整個活動的肯定 那是不是 請市長 還記得 我們那一首嘉義的詩嗎 是不是市長可以 再來 讓我們分享一下 黃市長 謝謝 謝謝主席議長 感謝議員 陳嘉平議員 我想我們多次的活動當中 其實設計展裡面 他用最經驗的 向我們在地的語言 在地的議員 向由美 由愛的詩句 來將嘉義的特色 給他發揮出來 我想這就大家很愛念 我包括我們團隊都要 嘉義 嘉義的意義 嘉義 嘉義的味道 補色的聲音 文化的記憶 還有文藥的melody 我們家的看到 不是看到別人 是以前有美食館舊樓 後面有阿里山看過 有時流著滾滾 有時點情冰孫 來 來嘉義 今年的冬天 醫生為嘉 嘉義 CTS Home 來 來嘉義 讓我們的故鄉 用心寬戴你 我們寬戴的精神 其實在這一首詩 嘉義人的特質 嘉義人的情意 都在這一首詩 非常的經驗 而且 用我們台語 引用出來 每一個人聽到 覺得很感動 我們很驚慌 真的 美食館舊樓 阿里山看過 雖然精秀的嘉義 小的剛剛好 老的剛剛好 慢的剛剛好 我覺得我們一直在這裡提念出來 讓大家 看到嘉義的量能 那這也同時 我們也解決 跟所有的市民做最好的溝通 其實設計就我們以人為本的關懷 在地的關懷 然後來共同解決一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 不是 不只是市府的責任而已 還能夠跟市民溝通當中 我們能夠集中大家更有更大的共識 繼續往前走 這是用創新的能量往前走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陳嘉平議員 繼續請蔡永泉議員發言 主席大家好 剛才文學議員有請教我們文化局代理局長 代理局長 對我們這次 這個 設計展 總集出的開銷 阿里 公布山的清廠 我相信說 你們應該跟這個 國局市 國集處 你們國集處所開的 經費多少 會成 一個 詳細的清單 讓我們 讓我們議員 參考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那個 這個 入台理局長 來請教 我們這個 設計店 電料以後 我們開這個錢 來 報地 來做什麼 結果 你有留 幾個 所在 可以做一個 研究生 的名字 來 來 來 台理局長 你說 警業代理局長 不是都聽完 還是都沒去 還有幾個 幾個地方 謝謝蔡議員 這個部分大概因為設計師他們的一個產權 那他們的設計 自由財產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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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就 你設計 你有種 我設計 我建築書 聽你給我設計 我起床 起床的費用 我出 你不可以說 你有什麼 什麼 什麼 財產權 你料理 你裝給我拔了之後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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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的經費 我家蓋了 你說 蓋好 我 我訂立了 你說 幾個 你給我拔了之後 這要留幾個地方 現在 目前留下來就是只有那個自在所那邊到 到今年底 對 自裁所 自裁所什麼 到到今年到今年年底 這個是連零務局他們他們的場館的部分 老子 買老子 老子 在澳月 澳月份 就 老子 二月份 二月底 自在所到 到年底 二月底 對 其他人都已經在澳月份 開一開 這麵 我沒去 你也把我放給我更久了 讓全台灣的 我們嘉義市民 不關事 就可以參觀 十幾天之後 還不可以 這浪費的嗎 還是說 他 這設計的麵 這我虛虛 不會被人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你說 有些場館 它是 它要恢惡到 恢惡到 恢惡到 因為還有一些後期的事情還要在 在 那都是我們的麵 我們開 你不可以說 我們家要一個裝飾品 要怎麼 把鐵罩 把它燉掉 回收去 用開錢 在處理的勒 可以怎麼沒去嗎 有些場館是不是 我們市政府的館設 我覺得 我們的館設也需要 我們有其他的用 你就想說 舊間 你也可以跟他說 老一段時間 老一檔 開七千多萬 煙燒無散 我們的錢 這樣開嗎 可以這樣嗎 我們設計的麵 你就是要說 好我設計店十幾年了 過來我放 變成我們 一個景點 你們台灣人 全台灣人 包括世界 每一個人 休閒事宣 也可以去參觀 你叫我 他這十幾年去 燒煎 還說有你 花了多少錢 還說有你 是不是說 這個設計的麵 這個我心思 聽了之後 我正記了 是不是這樣 可以這樣嗎 這麵人子買的 他有什麽款 可以我們拿走 我們只請他 買他的 買他的 自衛財產權 我錢給你啊 你在自衛財產權 我的啊 那你剩一本錢 你叫我出販 你的故意 我給你這本錢 我的 你的自衛財產權 我的 對不對 他怎麽可以拿走呢 拿走了幾項 你把我這個清單 把我列出來 拿走幾項 你清單列出來啊 包括他剛才拿幾個集數 各 各集數 各花多少錢 總共多少 列個清單 總共 設計站 有多少東西 多少行 現在創幾行 鄉底台區 要交代清楚 對不對 那設計後 十日 那放圓會 怎麽沒去 七千七百萬 這對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天文的所需的 怎麽這樣沒去嗎 這樣可以讓人 對市民交代 對不對 第三 剛才文獄議員 如果你說 好 這 你如果有關心就知道 設計 你第一就是要實用 第二的理官嘛 你參實用的 基本要求 你就是沒有 你說要導入城市助理 城市助理 我們社區 最需要助理的是什麽 最需要處理的什麽 來來來 我們的 郭署長 你看 你說兩項 我們概念是 最需要處理的什麽 請郭署長回答 是郭署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我覺得一個是觀光 一個是產業 觀光哪一方面 觀光這是民視 太空泛了 你講幾個例子 觀光是針對我們這個比較新的經濟新的趨勢下 能不能有新的體驗 沒有啦 你怎麼說我們搞意去 對 這幾個地方 去民人來參觀呢 這台車 你要怎麽設計 所以 來你說 像我們這次 設計展三個場館 串在一起的這個文化行駛路 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光走帶 從未出關 你現在在那裡的名字 你阿伯你的 你這個模型放在那裡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場館阿伯會 照這個 設計 做一個電機的工作 我們阿伯我們的場館 要發電要做什麼 有一個模型放在我們頭部裡面 要不然你怎麼沒去 我到底是吃拜拜又 是不是這樣 如果要 你這次 會設計 行為衝突 策展單位 根本就抓不到主題 這個主題是 你說要導入程序助理阿 哪幾項 可以導入程序助理的 哪幾項 做幾項 也夠導入程序助理的 來郭處長 我跟你說 會以後 能夠導入程序助理的理念 的模型 你跟我們整理一下 你整理一下 你會從過去處 研究一下 整理一下 能夠導入程序助理的 你不要模糊焦點啊 能夠導入程序助理的 有幾種 你累出來 成果如何 交代嗎 我們其實這一次產業 也有導入我們設計 你先出來看好了 好 這樣也對不對 這部分我們再跟文化局來 來 來處理資料 這樣多久的時間 一個月可以嗎 可以 一個月啊 一個月有夠嗎 有沒有 可以可以 我大聲的有夠嗎 有沒有 可以啊 可以喔 你請坐 設計啊 來英工事 英工事麻煩 設計 在那裡要美觀 小偉才看到說 這本來黑一台回來了 上來塞不知道多少 對不對 這VMW的 這台VMW的 這當時設計 1955年 1955年設計 這個設計 你看看這麼漂亮的車 你的心動會 會這個設計 是不是 這台車 這個人這個也可以 兩個人這個也可以 一個 書記者頭前 成果一個 有實用嗎 也有實用啊 漂亮嗎 人見人愛啊 就達到我們受計的要求 基本的要求嘛 是不是這樣 這1955年 這種車 這台車放在對大人 放在殊塗加特 這個 BMW的 博物館 有漂亮嗎 延長一分鐘 總共 公司 下一顆 這台是1939 他那更爽 1939 你如果在電影看 這個世界大人 這個 那個 那根管 你開的車 什麼 很爽 這樣 這台有漂亮嗎 有台風嗎 有啊 對不對 你喜歡不喜歡 喜歡啊 你想買來 開開看嗎 假如 歐元有夠的 我就拿來去 對不對 所以設計最基本的 你策展人數 對設計台灣 嘉義室助理 需要哪幾方面的助理要加強的 你沒有去發掘啊 你敢用那個廟會 大拜拜的心態在辦啊 對不對 沒關係 其中有參雜幾個 展場 有這個 可以融入 好 謝謝蔡永泉議員的發言 繼續請孫關志議員發言 主席 市長 各位局局所長 還有媒體朋友 我們這一次的設計展 從12月20日 24日到 1月2日 剛好在一個 西洋人的 過年 也就是 人潮最多的時候 人心也最旺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在這10天 我們總人數達到218 也不算是少 那他的效果 據本席所知道 他的整個交通的規劃 跟接駁 規劃得很好 在秩序上呢 也井然有序 我們剛剛這個報告 實際上我親耳朽聽到了 經濟部長 王美花 也稱讚 我們嘉義士這一次 辦得很好 他 真的也沒給我們打100分 給我們打95分 那這之中呢 我們所邀請 邀請我們 嘉義士在地的企業 像加油電子 遠東機械工業 他們這兩家 有歷史的老公司 有歷史悠久的公司 他們呈先起後 來參加展出 還有其他知名的企業 都來展出了 但是 我們本來 這個的 當初要設計展的規劃 的人次 人次 是400萬 現在呢 218萬 那等一下我請問市長 他的原因是什麼 是疫情的關係 還是 展出的時間太短 很多市民的反應 哇 這麼好 怎麼才10天而已 太少 市長 我相信你事後 一定有做開會 還有做檢討 當然是 哪些好的 哪些需要改進的 我相信你現在是了然疑心 那市長 你可以告訴我們市民 為什麼 這人人是 218 是剛剛 本期所講的那兩個原因 還是怎麼樣 黃市長 請回答 好 請黃市長回答 謝謝 主席議長 感謝孫議員 我想孫議員 你也知道 你剛剛所說的 其實 這一次的 設計展 2021 我想我們在 前年 前年就已經 好不容易爭取到 前年3月 當確定的 過程當中 結果又遇到了疫情 那其實在去年 整個疫情過程呢 又遇到 5月遇到 三級警戒 這是非常 嚴峻的考驗 那我想 這是一個在一個 非常 兩難當中 但是我們努力去突破 那畢竟 這個台灣設計展 是經濟部來主辦的 我們去爭取到 我們嘉義來 希望藉由一方面 我們可以展現 嘉義的 我們在地城市的 一個魅力以外 我們更需要 藉由這樣的展 能夠讓更多人來認識嘉義 那可是 畢竟 這個說 電影的時候 希望很多人來 但是遇到疫情 怕人 如果太多 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群聚 那這都是在 非常兩難當中 我們努力去推 甚至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曾經跟 經濟部在討論 那是不是能夠再延 延到 比如說延到隔一年 或者甚至如果隔一年 因為他已經確定 不行的話 在後年 或者怎麼樣的時間 但是最後 因為 到9月的時候 我記得9月初 我們必須要做決定的時候 他說只有今年要辦好 那所以最後 在這有限的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講 還是要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這是 非常大的煎熬 辦活動 我相信 議員你辦過自己辦過活動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過程 其實 是很大的煎熬 但是 我們覺得 為了整個城市的未來 為了 我們 呃 整個 必須藉由設計展 來展現我們這一股力量 所以我們還是 很努力的 在這兩難當中 我們取得一個 最好的平衡點 所以 人數 當然這個時間 我也這次聽到最多人 抱怨 可惜 時間太短 一來 大家都覺得 這個內容 精彩 可惜 時間太短 那我想 我們在這裡呢 以目前來講 呃 其實剛剛 能夠有留下來 或者盡可能留下來 的幾個 展覽 也都有留下來 像承美館 剛剛到 元宵節 才結束 那就是 呃 城隍廟跟 地章安 還有現在的 還有一個 就是在我們的美術館 那美術館 到 2月27號 所以這個月還有 那另外還有一個展呢 那就是在 制裁所 那制裁所還有 就兩個 三個 兩個室內的 一個戶外的 所以這裡其實能夠留下來的 還繼續在展 我想大家還是可以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 去看看 這樣的策展 其實這在在有很多 嘉義的 呃 過去的歷史以外 還有產業的故事 甚至他用設計的 設計的思維來跟大家溝通 所以我想 這個雖然 人數 因為畢竟我們有 融流人數 依照疫情指揮中心 的指示 這個場域有多大 你有進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按 那進來多少 出去了多少 我們在這邊 都一向都真的 繃緊神經 在做 最好的防疫準備 所以也把展 展場做得更好 當然 最重要的內容 還是策展人的 用心跟規劃 還有志工 還有所有的夥伴的協助 才能夠展現出來 所以雖然人數 也許沒有跟 當初 當初的 所 設定的目標 達到 但是我想 一來 時間縮短 再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這也讓我們有個經驗 嘉義市 我想我們在 整個 尤其台灣的一個防疫工作 嘉義市 真的所有市民 都能夠一起來 做好協助 所以這次的展 雖然人數 沒有達到 但是 他的目標 基本值 還是跟我們 很感恩 我們這一次總共 我們嘉義市總共花了 五千萬至七千七百萬 你認為 我們這次設計展最大的 第一個收獲效益是什麼 再過來 第二個問題是 未來在辦 我們嘉義市在辦 大型的展覽會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得到最大的回想跟效益 市長請回答 請高處長回答 謝謝 謝謝主席 莊議長 感謝孫議員 我想第一個 這一次設計展 我想 這整個設計的思維 這是一個趨勢 好我們一直在想 最重要設計 我們要看到 要提出問題 怎麼來解決 那這個解決 還要藉由溝通 不一樣的立場 我覺得 我們在這一次 最重要是 我們 具體的 呈現出 也就是我們提出的 文化新思路 嘉義市這麼有人文的地方 我們把那個文化新思路把它展現出來 三個主廠地 所以當初在這裡他們 很多看到說 哇這三個主廠地 三個主廠地都不是嘉義市政府 所主管的 一個是文化部 一個是 林務局 再一個是法務部 可是我們卻把這三個的一個主廠地裡面 所呈現的一個風格 這裡都呈現出來 這就是 經由設計思維 我們呈現了一個 文化新思路 這樣的一個具體 我想往前再推動 這是我們未來可以看到 原來大家可以看到 這麼多無限的可能 設計力是打破了一個框架 用更創新的方式 然後去點 去點亮他 就算 就像這一次呢 我們看看 設計展之後結束了 那這一個原本的場地 現在又關起來了 所以也 為什麼說 你看文創園區 其實我們也希望 文化部能夠趕快 看到這個樣的能量 趕快 能夠 一起來 帶動起來 像嘉義市 這就我們一直很想 去點亮他 把嘉義市具體的文化新思路 把它 拿出來 我說我們要做的 文化教育文化觀光 就是嘉義市 最重要 我們可以做的一個產業 那我也覺得 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 不但這文化新思路 這一條路 甚至呢 可以不斷的延伸 往下扎根 所以 問我說 我們 這一次設計展 我相信 也讓大家 更多設計界的人 他們說 以前要問到說 來嘉義 他們說 他們可能要再想一想 嘉義有什麼樣的元素 透過這樣 很多外地的人 或者我們在地的人 更能夠去敘述去了解 我們 整個嘉義的元素 所以 我相信這是一個 跟外界最好的溝通 也是點亮嘉義市的 一個方式 市長請坐 交通處長 跟設計展 設計展無關的 那個 延長一分鐘 延長一分鐘 嘉義 南京 如果嘉義南京停車場 那算是市郊 那每個 小時的停車費 是40塊 那個是郊區 那半小時20塊 一小時40塊 交通處長 你應該去了解一下 都比市區還貴 好 好 謝謝聖關市議員的發言 繼續請帶您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 市府各位以及主管媒體 我們的議會同仁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 前面也探討 許多議員也探討了 這個關於設計展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一次 我們嘉義的 設計展 總共花費了大概 我覺得 至少超過7700萬 那我們地方 至少5700萬起跳 那雖然那個文化局 還沒有統計出 一個正確的 數字 但是 我想這個也不是一筆 很小的一個花費 那 花 花費辦 活動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對於我們嘉義市 想要走向一個觀光的 城市的時候 勢必我們需要舉辦這樣的大型活動 吸引外地來的觀光科 甚至打 打想嘉義市的一個知名度 那我想這一次的設計展呢 對於 點亮嘉義 打亮嘉義的這個知名度 我想是有做到 但是就 我們設計 我們文化局 對於這次設計展的 統計人數 觀光人數是 218萬3000多人次 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想請文化局長 你在這邊說明一下 我們當初 花了將近 超過7700萬的預算 我們預估的觀光人次 是要有 400萬嘛 觀光人數的人潮嘛 那你現在是200多萬的觀光人次 這個部分 局長你們是怎麼統計的 請葉代理局長回答 好謝謝 代理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 有委託那個 中華電信有一個 那個即時人潮 即時流量的一個平台來做這樣的一個統計 它會有分了幾個區 花分幾個區域 來做這樣的用手機這樣的平台 這樣來處理的 也就是說 我們有分為幾個展場 三個主展場 對不對 每一個進去參展的這個人 進去一次就算一個觀光人次 對不對 就算一次嘛 對不對 假設他去三個場 所以就算了三次嘛 對不對 應該這樣算 人次就是這樣子 人數才是真的一個人來到嘉義 也就是說 218萬的人次 真正帶動進來到嘉義市的觀光人潮 我想除以三的話大概也就只有七十幾萬的人潮 十天七十幾萬 所以這個數字它其實是 其實不要 我覺得我們不要就是 沉溺在這個數字的一個 自我陶醉 事實上 嘉義 台灣設計展在嘉義的這十天 我們可以看到嘉義市的這個觀光的人潮 人流 其實那個就最有感受 像 日環市當天 一天二十萬的人 整個是爆滿 擁塞的 交通是擁塞的 然後你 218萬 假設是十天的話 每天都要有二十萬 但是我們嘉義市並沒有每天跟 日環市當天的那個交通的人潮這樣子的 一個觀光人潮 所以 民眾是有感受的 來 局長你請坐 所以我想要陳述的就是說 這一次設計展其實在民眾心中的 我想 認同的一定 認同的也有 然後有批評的也有 就是好壞參半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講講到就是說 這一次 對於 台灣設計展在嘉義舉辦 市長剛剛有提到 剛剛好的城市 這一點確實是有打動到一個人心 那這一次的設計展所有的一個推波 一個媒體曝光度 我相信對於 嘉義市在全台灣的一個知名度 他是有 一個成功的一個拓展 曝光 但是確實他的觀光人潮有沒有到我們預期 其實是這個是 我們在心裏面自我檢討 自我檢討 那當然碰上疫情 我覺得這個 舉辦完之後 我們大家心裏有一個 一個 討論有一個檢討 記住這一次的一個機會 學習的機會也好啦 我覺得 這是我們可以去再做 更深入的一個探討 但是 就像剛剛 我們有議員問到 志科出郭處長 郭處長 嘉義市未來 到底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市長剛剛也有說 美學 教育觀光 設計展是一個起點 之後怎麼樣繼續去延續 不要說設計展10天之後 市長剛剛有提到 很多展場又關門了 又關起來的感覺 又沉浸下來的感覺 那如何做一個延續 我覺得才是 我們之後 真的要去 討論 跟 我們的施政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怎麼樣 我們市長是不是請你來 對於這個設計展之後 我們怎麼樣做延續 延續 你剛剛有提到你的想法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 更 確實的 做法 是不是來請市長跟大家探討一下 請黃市長回答 謝謝主席 議長 感謝代議員的指導 我想 這一方面 首先第一點 我也說明一下 其實這一次的設計展 其實 台灣設計展經濟部主辦 另外的 經濟部本身 他2000萬 嘉義市 完全是社研院 他們負責的 那嘉義市在這邊 我們謝謝議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用5000萬的一個策展 這裡 在這裡包括有活動 包括有市集 包括我們 幾大場域 然後不斷的 去呈現 那也就這樣呈現了文化新思路 但是我說 我們所期待的 我們所期待的 這一個 文化新思路 就像因為做了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非常感謝 在 禮拜 禮拜六 禮拜六 那我想 蔡部長 就 法務部的蔡部長 他來過了幾次以後 他對於舊監 我想舊監呢 我們同時在這邊努力的人非常的多 那舊監這一個部分呢 這一次應該由設計展裡面 可以看到 他完全顛覆了 很多人的想像 跟看法 那 也就是把他打開 所以我們希望在文化新思路上 早日 讓舊監自由 讓舊監自由 還舊監的自由 希望這一個打開然後成為能夠活化 他可以是無限的想像 所以也為什麼說 市府這樣團隊 長期以來 他甚至把旁邊的 包括宿舍群 包括相關的場域 實驗牧場 一個一個都呈現出來 當修復以後 目督的嘉義 再再的 具體的落實了 那我覺得我們還有 一段路要走 那這也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樣 希望把這一個 文化新思路 把它 再一次的塑造出來 那也希望在每一個點上 無論現在的文創 或者舊監 那能夠都被具體拿出來 市長 我想因為你提到舊監 我們針對舊監這個區塊來做一個 比較更深度的一個探討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現在連旁邊的舊宿舍群都整理起來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舊監的主體 他因為設計展的 一個裝點 他點亮了 但是設計展過後 他又沉積下來 那 後續我們應該怎麼樣 讓這一個舊監的區塊來做一個延續 因為我的服務處就在舊監對面 所以舊監 他這10天來的一個觀光人潮 其實我最清楚 你都看得到 對我都有看到 大家都可以見證 可以排隊 可以等待 就是為了 但是我們從中也發現一些問題 就舊監他附近的停車位的問題 確實也很嚴重 其實剛剛交通處長 我也就要提到 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民眾根本沒有指示的 路標如何去停車 但是那時候我們也趕快聯繫 我們交通處 他們也做很 積極的一個 處置 其實後來 很快就改善這個問題 但是我就說從這一次的經驗 我們去檢討問題 甚至看到這個地方 未來的一個樣子 的一個想像 那這邊我們是不是要去 舊監的修復 後續如何做 再繼續 把它整修整建 然後做一個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還有附近的停車位問題 長榮公園有沒有可能 爭取地下停車場 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市長能夠有一個更具體的 告訴我 比如說舊監這個區塊 你要未來會怎麼做 你的方向是什麼 我想舊監你也知道這個管理單位是在於中央 這我們包括這幾個三大主廠地 都是在中央 我們雖然他是屬於中央的管理 可是嘉義市政府從來不把它當作 當作說 這一個不在我們管轄之內 我們認為這是攸關嘉義市的 一個觀光文化的一個發展 尤其是一個 對我們觀光以嘉義市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基地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設計展 大家不但看到了 那也因此 我相信在設計展的時候 所以法務部 蔡部長 看到他才會 很快的去 去做了這一次的 所謂開放 就是類似像工廳會 開放政府的一個協作會議 那也讓各界大家來表達意見 那我們希望能夠更快速更迅速 能夠把他 這一個能夠打開 這是我們能夠活化他運用他 那 然後 那我想 你所說的 外面的配套的措施 當然也在我們城市的一個規劃當中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能夠 在規劃好了以後得到議會支持 我們一起來推動 那我覺得這樣配套 要一步一步來 那如果沒有設計展 大概也許就不會 延長一分鐘 是我想市長說的沒有錯 藉由設計展這個經驗 其實我們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我們嘉義 甚至我們知道了 比如說幾個主產廠 之後我們要發展 我們找到了一個起點 我們知道說未來我們要注入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方式方向 甚至是周邊的環境 我們要如何把它做得更好 更友善觀光人潮 那我想這一次就是 參與的局處 文化局是最重要的 其他包括交通處等等的都有參與到 那我們是不是把這些軟體硬體的這個經驗 我們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能夠作為就是日後的一個施政重點 我想市長在這方面一定也非常的 著急跟用心 但是我想民眾他們需要看到的就是說 觀光城市它不是一個短暫的 而是一個長期的一個遠程的規劃 治科處長剛剛說的觀光跟一個產業 從觀光如何我們未來引發 可以延伸到產業 我想這是我們嘉義師未來的一個 是 好謝謝代理議員的發言 各位同仁現在登記發言的議員同仁已經全部發言完畢 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 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 謝謝